你認為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我先講 我看到那麼多以色列人 他們要回去他們的國家 我非常敬佩 愛國心 非常愛國 真的 以色列人雖然人少 可是他們非常團結 甚至他們在美國的遊說團體 是最強大的 美國為什麼那麼幫以色列 開玩笑 你的金融 你的媒體 你一大堆的重心 都是猶太人在掌握 所以他們也是一直對他們的國家 有很強的相信力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要注意看的是說 大家當然會說 他們有幾千年的恩怨 但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 是建職什麼 因為就在上個月 包括以色列的總理 那他在聯合國有講到 就是說他們其實 要跟沙烏地阿拉伯 要建交 已經在進程當中了 阿拉伯王儲也證明了 好 這件事情 美國極力在促成 如果促成的話 那不得了 我告訴各位 中國會非常緊張 俄羅斯會非常緊張 因為中國跟俄羅斯 恨不得他們兩個越吵越大 對 因為必須要知道 沙烏地阿拉伯可以說是阿拉伯世界的龍頭 雖然伊朗也有相當的軍力 那各國 俄羅斯 中國這些通通想把這個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拉近 之前中國用了一個一招 說讓伊朗跟這個沙烏地阿拉伯要建交 中國要在那邊插旗 要他的影響力 那對中國來講 他一直想把沙烏地阿拉伯拉過來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海外石油 他第一依賴的是俄羅斯 可是我不能只靠你俄羅斯 沙烏地阿拉伯多麼重要 如果沙烏地阿拉伯 倒到美國那邊去 怎麼辦 對不對 再來美國的鐵拳 現在對準了中國 如果現在中東世界動亂 一下子沒辦法平息 請問一下 美國的注意力 要不要轉到中東去 中國會不會鬆一口氣 好 你又看到中國跟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也很痛 為什麼 本來已經在烏克蘭快死了快死了 現在馬上福特號已經到中東去了 那如果美國貝多利分的話 俄羅斯在那邊也會鬆一口氣 所以不要排除 這後面可能有俄羅斯 可能有中國 可能有伊朗 甚至有敘利亞跟北韓在裡面 都有可能 為什麼世界有這麼巧嗎 我只告訴大家 兩件歷史的事情 有這麼巧合的事情 就在北京 那個東奧的時候 記不記得普丁跟習近平見的面 普丁回去三天以後攻打烏克蘭 你知道這一次不久以前 習近平跟敘利亞的阿塞德見面 才剛見完面 現在哈馬斯搞了這一招 好 我最後只講個歷史的經驗 九一一事件之前 小布希本來就要對付中國 要抑制中國的結晴 結果本來中國是首要的恐怖敵人 結果因為九一一事件 賓拉登 要氣達賓拉登 到最後只好跟中國合作 現在又來了 中國跟美國之間 結構性的戰略矛盾難以逆轉 這個時候如果發生了 以色列的九一一事件 中國會不會又有一些多一點的籌碼 不只能喘息 他甚至已經公開講說 可以來調停 如果要上談判桌 叫美國放鬆一點 他來施加一些影響力 中國有沒有想要藉此來吐脫 甚至撈到好處 甚至改變戰略結構 但是我相信 美國經過歷史的教訓 同時以色列絕對不是無下阿蒙 所以如果能夠快速的把戰爭限制住的話 那又如果發現中國 俄羅斯 伊朗 北韓 有在後面搞鬼的話 那等著看 中國還會支持更大的俄國